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考题稍微有点难度 虽然是单选题 但整体的答对率不到三成 高分组也只有四成而已 那其实严格来说这个考题并不难 因为它的重点就是 要找出最不容易发生垂直对流的海域 那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流体的密度 如果是上面比较重 表层比较重 那它就会容易下沉 就密度的观点而言 我们当然是选择上面密度小 下面密度大 那这样就会比较稳定 重的在下 轻的浮在上面 不容易发生对流 那符合这样模式的有A B两个选项 其他几个都是颠倒的结果 或者是完全密度一致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就从A跟B去选择其中一个 那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B选项的上下差异大 而且上轻下重 上面密度比较小 下面比较大 那这个相对是最为稳定 最不容易发生垂直对流的 海水密度的分布情况 所以我们答案选第二个 好 这题就介绍到这边 好 是 我们俩的 大家 一片 我们俩看看 geç 每个 过 上车 还有